大家好 有人說新緣結衣系 是 全球股災 之前也有些統計 有些很出名或非常受歡迎的日本女性 但現在新緣結衣的效應是蔓延到其他市場 連比特幣的虛擬貨幣也有關係 昨天我家人說竟然跟她 你有沒有看過那套劇 我沒有 所以我原本不是太關注 但反而是比特幣的急跌 反過來看這件事 我覺得挺搞笑的 你不要說每次有這些人結婚 都是這樣 糟了 就輪到我結婚了 這樣講股不行了 說笑而已 當然沒有這樣的效應 但昨天一定是關注著兩件事 雖然大家很開心地放假 一個就是虛擬貨幣急跌 另一個就是美股 其實很大因素 是怕接下來會逐步加快減這個QE 先看看就是美股 現在好像沒有什麼 不是的 日內也挺過山車的 沒錯 開過DAO 但其實三個指數也挺厲害 算是這樣的 對 後來可以開到這一下才厲害 那個DAO又厲害 那個NASTEK也厲害 這個就是DAO Jones 我挺害怕 昨天開出來的口 對 後來可以咬上來 那個NASTEK更厲害 差不多不用跌 對 為什麼 那支捉成三百點 很誇張 為什麼就是他們會急跌下來 就是聯署的MINIST出了 但為什麼可以繞得回 反過來炒 你可以說今晚MINIST出之前 它就先跌下來 而且前一晚 即是星期二那晚 其實美股也是跌 剛好這兩晚未出MINIST之前 就跌下來 你出完MINIST之後 雖然你看到真的有些聲音 已經會討論 是否會減買債 那些因素 但有時候就是這樣 就是下來了 但這件事就反過來炒 而且他們之前出了口說 就是不會 原來正在討論 其實也是合理的 或者反過來說 我覺得完全沒有可能 說不會去討論這件事 只是大家覺得 時間點是怎樣 其實整個市場 本身都預料到 你的經濟不斷地反彈上去 次而上去 通脹又不斷來 數據又改善的時間 一定會有收水加息這一步 問題只不過是跟原本最初定出來的時間表 究竟有沒有出入 所以你說是否儲局 那些委員完全不討論 其實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覺得 你說他還是要告訴大家 有討論 但其實他也有討論 討論得來 他也沒有說現在會做 其實沒有變 仍然是說要達到他們心目中的目標 對 所以我想只是給予預期大家 也不能告訴大家 是否會有討論 但的確接下來 還是繼續看著數據 如果你說 這次真的強得很交關 而令大家對這個預期 又再推快些 那就真的對市場更加大的震盪 講清楚 看什麼數據 我們跟他們看的 或者即使同一顆數據 都不同的演繹 所以這個解讀 一來解讀很主觀 二來看數據都很搬 所以沒有 其實之前也說過 我想這段時間 都會遇到很多 都會就某些人的說話言論 對市場會有多波動 而的確這幾星期都是這樣 所以我想接下來會還是這樣 而除非令到 怎樣去到一點 大家不是看說話 反而是看數據 就是持續地強 可能那一刻才會更加明顯 是一定會覺得 有個收縮或加息的情況 先怕定 不過其實我覺得 美股有沒有EM市場那麼害怕 即是那一刻 反應當然也很大 但我們身處在這個新興市場 是不是更害怕 港股就一向都算 一向都差 所以升又不夠血 又不夠人家勁 但跌有時也有份 所以我想暫時市場 比較難是一個大升 即是你所說的 只是一個繼續上落市 即是一個大型的上落市 我想好在你假期前那天 即是前一天 即是港股也會彈三天 但問題就是 港股彈三天 三天的成交都是縮的 變相到高位 總是資金都不願意再進入 即是覺得 逢高就會比較審慎 個人的看法 所以如果配合這刻 整個股市也好 或者整個金融市場也好 是比較大波動的 我覺得港股可能稍微波動 其實不奇怪 我覺得依然一樣 上面都是看著一百天線 站不穩才是 叫做初博物脫險 如果未的 其實下面都是 以三月底的低位 27,505點 先做一個支持 都是那個範圍 沒錯 但這裏聯儲局 可以引伸出來 談論兩個方面 第一個就是對於股市 為什麼我常常強調 就是如果他們縮減QE 大家真的要害怕 第二個 因為我見有觀眾 就是問Risk 這個都可以談 不過先說了 就是 因為一直有理論性 來討論的時候 就說 你收收 先是減少買債 沒錯 在市場上收水 然後才做加息 你減少買債 那就是少了錢 去市場上 但是很多東西 可以給這筆錢去買 但是因為過往的熱錢 都很多在EM市場 所以才這麼害怕 但是我們經過這麼多次演習 到真的的時候 又真的更加害怕 還是害怕 還是沒事 我想要看看到時候 所謂減少買債 所謂收水的力度和速度 是怎樣 一下子是很誇張的 原本由現在賣 假設是很多百億 突然間縮到零 這麼大的變化 一定會對市場很大震盪 他不敢 所以如果你說 他只是逐步逐步減少 例如早幾年 都試過逐步減少 其實反而 實際出來的那一刻 只要你減少的力度 不是每一次太誇張 其實對市場的震盪 是比較少的 因為始終大家預料到這件事發生 所以我想最大的問題 就是到時候他減少的力度 但我也同意著 以儲高來說 其實真的沒有太大條件 或者不太敢 是太大力 即是他們 說真的 雖然他們的指標 不是看股市 即是所謂的指標 不是看股市 但怎樣都要考慮股市 以及考慮金融市場 如果你太大震盪 其實也是有農口反主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 都會逐步逐步去減少少 還有可能初段來說 就不敢減太明顯 即是可能慢慢的力度 再多一點 等市場適暖之後再多一點 這樣震盪性會比較少 對於科技股份影響 這麼大股值方面的問題 或者是錢流向科技股 規模來得快 又怕收得快的問題 但股值上 其實經過這麼多次的調整 今次仍然 用Nesdaq來計算的話 仍然相對低一點的位置 是不是都叫做股值修復了 那又可以 放置一個空隙的位置呢 股值方面 我想美股這些位置 叫做低一點 但你說是否叫便宜 就永遠都未到 至少都是偏高的 但起碼你看到一點 如果拉多一點股值的話 剛好之前過了業績期 其實你也看到整體都算不錯的 也沒有令大行 我想對美股那邊很多企業的股值 有什麼太大的修正 或者是修復 所以仍然可以支撐到 現在偏高的一個位置的時間 如果單從股值去看 我覺得又未必那麼快觸發很大的下跌 除非你說來第二季的業績 或者之後的業績 看到增長突然慢得很厲害 令到股值有更大的調整空間 那就會比較擔心 反而我想這一刻 真的比較傾向看著 剛才提到的一些貨幣政策 究竟是否真的如預期的時間表 還是會再早些收取成 這個也會對股市方面比較重要 還有我想看上去就是債息 如果債息這些因素突然間又急抽 變相對美股 特別是科技股方面的影響性也會大一點 還有美股看到一個因素 如果是從業務上的表現 除了看它自己的能力 賺錢能力之外 比特幣也有關係 市骨很多隻都捆綁 除了最有名的Tesla之外 Square、PayPal等等 全部都是跟比特幣有關係 昨天剛才提到另一宗重磅消息 虛爾貨幣這些蜜蜜蜂塌 肺災嘛 是啊 有人形容好像之前老虎仔 那些中概股的想法 爆了 真的爆瘡 昨天看到一些 例如是幣安那些 對於而太幣暫停 不被人提取 因為太劑用了 用網絡擠失利油 是啊 內地我看到有些統計 昨天一天有22萬是爆瘡 當中是涉資過百億的 這裏也是非常之恐怖 Kavin有搞笑的 當然輕鬆一點說 生活結婚一件事 但不是引爆點 是一個引爆點 可能是 怎知道也無法證明 但最直接就是內地 突然之間全面封殺 是 其實我覺得內地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 永遠很多行業 最初都是被你搞的 或者被你進去做的 但做到這麼長時間 看到越來越熱 越來越多人參與 反過來才會出政策 內地其實很多時候跟外圍是不同的 反過來就是這樣 外圍很多時候是有政策才行這件事 但我們就永遠做了才會禁 譬如不要說遠 拉回互聯網那邊的監管也是 那些反壟斷的事 過去也是有你的發展有你的增長 到這麼長時間好像有些壟斷 就出聲就開始反過來禁 所以很多時候 我想這次都是這樣的情況 有機會可能見到 內地那邊見到可能是內地的參與者 不論是省戶也好 或者是機構也好 可能都越來越多 所以就怕形成那個炒風 所以我覺得又是反過來 出聲音就禁止 就是要求 不是禁止的 要求金融機構 支付機構 是否差不多 他們沒有理會這麼說 都比較溫和 我說一聲 你自己不要做 你再做你就這樣 所以都預算是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而你說整個蜜蜜市場 過去炒得這麼瘋狂 我想其中的因素就是因為沒有監管 當然其中一件事 是全球性 你覺得沒有多少市場是對規劃的監管 所以你說當內地一出聲 其實連戴利堅今早有些新聞 美國那邊都說有幾個聯署 再加上美國貨幣協會 還有SEC 就開始想成立一些監管小組 他們都說了很久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點 就是當一個國家出聲 可能其他國家都會有點跟隨 甚至始終現在是去到中美兩邊國家 這兩個也是那句 全球最大兩個體系 他們出聲其實是一定對市場有一定影響 即是你不同於小的市場 所以這個一有監管的所謂風暴 可能是蓋住下來的時間 自然對整個蜜蜜蜜方面 都有比較大的一個打壓 還有其實你看到過去這幾天 本身其實沒有這個內地的要求 之前也好 其實蜜蜜蜜蜜都在下跌 也關閉個別人士 即Elon Musk這些言論 有些影響 所以我覺得 說真的你遇到短線還是波動 甚至是昨晚跌的那麼誇張 其實像Yumi所說 其實之前買上來的蜜蜜蜜 其實有很多形式買的 除了你買現貨之外 有些是買一些槓桿東西 即炒期貨 買一些牽身工具 我覺得一定是昨晚這樣想 你一定是斬了期貨的那一批 因為我昨天 首先在自己的頁面上 分享你的新聞 也有一些網民討論 有位網民說 會不會大膽假設 會不會像去年富有 另一位網民回應說 有期貨才算 我想說其實有 有期貨 有期貨 還有每個槓桿可以去到 十倍二十倍都可以 所以反過來想 昨天這樣跌三成 基本上一定會斬萬 如果你玩期貨的那批 玩現貨的那批 就還可以 你要賺到自己的錢 你這個自己會有數得低 而且就算現貨來說 你真的跌三成兩成也好 不是太恐怖的一件事 所以變相昨天這樣跌 一定是加劇了期貨的斬倉 而很明顯地 你看到當比特幣穿完三萬那一刻 我想很多的期貨盤 斬到七七八八之後 它立即是斬了上來 Kathin會不會怎樣 但當時就不關我的期貨事 畢竟賺了 Kathin會沒事 她仍然唱好 當然 馬遜馬遜馬上出了一篇 鑽石手 Casla是鑽石 沒錯 我看過一篇是鑽石的圖文 沒錯 鑽石手 就是她說堅定 所以立即都會出聲 但是我想暫時未必會這麼快 令氣氛變遲 因為始終經歷了過去這麼大的跌浪 其實不只是昨晚大壓跌 如果在比特幣游回之前 六萬四的高位 倒到昨晚穿過三萬 其實沒有一半 所以我想要一些時間去令氣氛恢復 或者元氣恢復 所以長遠當然 我想看法上就沒有什麼改變 那一批就繼續看好 不看那一批就不看 不會因為這樣大跌 有什麼改變 但問題是短線來說 我想預算在這些位置先 我記得方家的調查者 針對著內地為何這次出手 來作出一些討論的原因 有兩大 總共來說 但我不贊同為他們的數碼人民幣而鋪路 因為起碼要先國際化 才能做到這件事 還有之前其實人行的官員 都多次強調是境內使用的 暫時來說他們的數碼人民幣 國際化都說了很久 沒錯 應該入行這麼久 都說了這麼久 第二件事是認同的 因為他們很多投資或投機的資金 是衝了入場 即是內地大媽 你怎樣去量化呢 當然不同的平台 有不同自己接受的使用者去落單 因為你很難從一個幣安 來做它原本的落單 因為你內地都有自己的平台 而且不單止這些 很多他們的股份 例如我們也有 都是投資了進去 尾塗 是的 我昨天馬上打給媽媽 你知道嗎 為什麼她買尾塗 不是她之前極度大膽 她說我真的留意了一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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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 即是火灰 你玩這些 我昨天想當以太幣跌四成幾 然後比特幣可以跌成一萬多元 曾經穿三萬的大關 我曾經打給她 你不是入場嗎 她說沒有 幸好嚇死我了 不過我想這樣說 就算你入場也好 都要預算了 即是你還下這些股份 就一定預算了 現在人們怎麼會這樣 而且也很厲害 跌九個百分之而已 是不是這樣說 對比特幣來說 即是它沒有好像 對比特幣的跌幅 我想有一點點不同 即是股份來說 當然實際從基本面 可能有參與市場那些 是一定有影響的 即是無論你現在貨幣科技 或者拉開尾塗這些 即是說到這麼明顯 是有賣比特幣的錯誤的話 但問題就是股份面方面來說 我想除了本身業務 能否把比特幣和蜜蜜之外 其實公司自己的股權 都是有考慮地方 反正到有時候 股權是比較集中的 其實它是可以有一定的抗跌力 我想有一點點機會 在火箭身上也是這樣 所以又不是一定 蜜蜜蜜跌三成 等於股份跌回三成 我想會有一點點分別 但剛才一句都預料 就是你玩這些股份 你一定是要預算 心理準備比較長 甚至其實都不是用來 所謂分身的一些股份 或者這麼說 就算玩開蜜蜜蜜蜜 我想有些人參與蜜蜜蜜蜜 也純粹參與 除非有些真的好進取 那些另計 普遍來說 正常的投資投機也好 都不會叫人躺身下去 因為你遇到波動很大 所以我想都是量力而為是重要 如果你說變相少少地參與 其實就算真的輸也好 其實是有限數 這個是會計得到 但如果你沒辦法 真的躺身了 當然這個風險 一定要遇到成熟 唯一可以等 如果有機會是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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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比較高 就可能輕輕減少 才會更好 好的 明白的 所以要小心點 這些外圍的市況 很影響我們港股的投資氣氛 和某些高股 不過很有可能 的平均 人暴都蜜蜜蜜 因為些殘股真的大了 所以這些殘股真的重大了 剛剛我在Whats app 的朋友 才說 哎呀早知低位進去ATM 怎麽叫低 怎麽叫低 那一刻 人人都說穿了底 升得很快 今天升又叫低 幸好他們聽到我們這個節目 明天跌又叫高 那怎麽能這樣說 你不能見聲講聲 見跌講跌 因為他們就覺得這裏 每個都神 彈 有這麽神就好 每個都捕捉得這麽漂亮就好 這整個沒人輸錢 這整個沒人輸錢 所以我覺得很難說 你一看圖 見到升 當然覺得沒賣到就很浪費 但是你不能這樣說 如果你反過來那一刻跌跌 但如果再跌 那你又怎麽 因為整個圖仍是向下 甚至乎剛才Yumi也說 例如以騰訊好 或者幾隻其他ATM那些都好 近期的低位比3、4月低位還要低 都是一浪低的一浪 所以這些位置純粹 不要說跌跌 我基本上覺得是倒的 你中了就中 不中就沒辦法 而且從基本因素來說 我想大家都知道是政策的方向 其實都未有太清晰 所以過去這段時間都說 你以科技股 短線是比較審慎的 我覺得就算是彈 審慎不是沒有彈的 但不是一個轉勢或一大的方向 所以我想彈到這些位置 譬如以騰訊為例 如果假設50天線又衝穿不到 又是下來的 我現在不想買進去 現在這些位置更加不會 即是你希望賺到1000-2000元 查錢來駁進去 就算我當你肯止蝕 你現在網上都是50天線 631元 但向下就是近期的低位 大概是570-580元 其實上下位來說 好像在下面比上面更多 你只要這樣看也不直撥 所以如果要駁的 你寧願等低了 例如600元以下才駁回一轉短 可能真的薄了反彈會好一點 如果騰訊的話 假設我是這堆貨 其實騰訊我是願意搜下去的 但假設我是 其他人會比較害怕 是啊 如果我這麼難得才去這些位置 那我當然會離開 美團是擔心一點 因為始終 一來當然很多新經濟會上也有蟹貨多 其實這也是另一個方向 會限制他們的升幅 但是美團的確擔心的地方 就是本身受監管的衝擊似乎比較大 其實我想大家都知道 騰訊方面的衝擊應該是最少的 始終本身還是以遊戲廣告為主 那些又不是反壟斷最實的行業 所以前景會相對樂觀一點 但是美團其實基本上反反都還重 再加上社區團結構也是 那面上如果接下來這幾年 是有這麼大的監管在這裡 限制他們的增長的話 那又是那句 股值提升不了 其實股價就上不了 所以我覺得有機會可能繼續在 二百多至三百分別的位置 是最盡的這些位置暫時住 所以我同意如果你說這隻有彈 可能真的有些投資者會選擇 可能先減一減磅 而完成那個再向上升的空間會再少一些 業績的話看兩隻新經濟股份的龍頭 百度和京東 兩隻的暖結 即是不說細數 現在沒有意思 所以我都沒什麼看 暖結兩隻差不多 都升超過三成 不過股價今早的反應就很大不同 升的是九粒八 終於升 因為之前他兒子 昨晚美國也要下跌 是啊 還有之前給我兒子 起碼都真的搶了一些 你說京東健康還是京東物流 京東物流 京東健康 終於彈了 因為都殘了跑雪 另外幾隻很久 你靠一份業績也要借機彈一下 另外百度 剛才另一隻公佈業績的股份 反而是下跌的 不過即使京東彈也好 不知道為什麼 都沒有什麼意欲進去 都是彈 始終整個下降的吹石都沒有扭轉 它還要更弱 而且彈來彈去都是相似 大概最多289、289的位置 現在網上只有10元 其實又不是太吸引 我想都是那句 整個勢未轉 你玩這集的股份 暫時只要短線播放反彈 你不要覺得有大聲空間 不要再看著早幾個月前 京東看著四百樓上 你看著三九幾 騰訊看著七百幾 不要 我想起碼今年內 你都不用自己見到這些假的 所以我想暫時 如果真的要操作 都是只要做一些上落的操作會比較好 大聲空間始終暫時未到他們 我們再回答一條問題 接著去過禮拜 因為剛才Mabel問謝Ris 這個回應我剛才也答應了他 他問一條信封 上市沒多久 一條2191 為什麼呢 他問前景 真的很關乎我們剛才提到的 美國的貨幣政策 即是你的息 後一加的時候 其實相對會削弱一些危險 吸引人 這個會有一點影響 當然 那又未必即時加息 是的 但又未必即時加息 雖然對回收息股 又不是即時很大的衝擊 但這會有一點中長線限制著影響 因為始終你加息 意味著到時可能債息又會高一些 變相可能以 始終你晚美國的債 又是一些無風險的資產 基本上是 但如果它們的息率高了 自然吸引性會增加 變相對股票來說 吸引性會降低一點 這是有一點影響的 但事物防托 我想另一個因素 都與本身的潛在的息率相關 我記得兩天前在第二處 也跟你說過 即是那天上市那天第二天 那天就彈了一點 但第一天就跌 對這個因素來說 就是它的息率 大家不斷計算 因為如果498那一刻上的時間 當時大概只有五厘 鬆一點 五厘領的息 在歷史來說 其實不算特別高 但如果你說去六厘領 六厘領 其實吸引性會增加 所以的確你看到過去幾天 最低到四一多的位置 其實是剛去到六厘附近 所以即時的吸引性會增加一點 因為如果你有課中長線 說到修飾 六厘多是吸引的 還有我想順豐防托 比較樂觀一點的地方 雖然它也是BRIS 但甚至現在的規模 其實不算特別大 它只有三個項目 其中一個在我家附近 是嗎 真的嗎 青衣 但我想接下來的衝擊就是 因為順豐創辦人也說明 接下來會將順豐 現在本身其他項目 十幾個物流倉儲 其實會擠進房托裏 所以你可以預期到時 會有一個憧憬在增長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說買Risk來計算 這隻如果當去到四元 鬆一點 四個一 四元邊這些位置 其實是值得慢慢考慮 到時有賺息之餘 可能有機會中長線賺 那些注資的賺價因素 但是你預期到要賣分階段 去到那些位置就開始吸 但當然你不要預期到用來短炒 我想這隻來說 一來本身都是防托的性質 很少可以用來短炒 Risk 都是以收息的舉動去好一點 而且始終現在用來短炒 雖然它也叫做新IPO 但我想整個市場都不是太旺的話 就是用來這樣做 其實又不是太直撥的空間 所以先忍一忍 Risk有很多選擇 我不是說一隻八二三 例如智庫等等 很多都可以的 還有最近留意到的現象 就是在剛才我說殘股大翻身 令強的那些退出錢 比較多人問有創貨 還有一些行運 一些錢是熱炒的資源 資源都是一些政策因素 連帶著二棟股份 1111創慶 一會兒休息完之後回來 再跟大家詳細談 答大家觀眾的問題 記得現在休息的時候 除了留言給我們 就是問Rafi相關的問題 或者什麼意見 可以歡迎提出的同時 獨家優惠來自我們節目 以及營立政策Usema的合作 一股的比亞迪股份回來了 那些青股 真的嗎 今天升嗎 你知不知道今天靠175 3% 你看看比亞迪半成 回來了 快點數 是嗎 馬上回來 馬上回來 先看看價格 休息完了 半成 是否很吸引呢 我們一股的比亞迪股份 就是當你做了經我們這個節目的開戶連結 你一按進去我們的標題 即是這條影片 無論是YouTube也好 Facebook也好 都有的 裡面有一個開戶的連結 按進去 註冊成為會員之後 在同一版 再下載盈立政權的APP 在APP裡面有一個開戶兩隻字 右下角左右的位置 在那裡填上相關的資料 還有做500元的買賣交易 很少 一股的比亞迪股份就會送給你 還有其他股市大數據服務 分析服務 iMedi的網上醫療平台服務等等 都會送給你 現在把握機會 因為這個獨家優惠到今個月底 現在把握機會就是做開戶 還有留言給我們分享一下你的投資問題 待會見 啊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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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就成功憑著雙手 賺到少少魅力 或者大家很喜歡說的第一桶金 好,大家好 大家好 先看看恆指跌差不多160點 看看A股 因為其實今天20日又來到LPR的日子 現在大家越來越淡忘這件事 因為它都不動 連續13個月 超過一年的時間都沒有動過的利率 上證三大指數 上證繼續偏遠 創業版都輕輕升的0.5%左右 而港股這邊就下跌0.5% 二十大的成交入面 拆線 新華保險排第二位下跌3% 東方海外又玩了 玩完了嗎 玩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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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之前 是不是 因為我看到有些人都會把他 也會搏一份 早前的韓文股份 其實他真的無限玩了 就算之前玩了兩次 也不應該搏進去 每次都會有這個風險 至於你去到這麼高位 因為他就更加多先例 所以就比較擔心一點 這次剛剛最想的是 另一家本身拿著它 叫容實國際的 又有Place 但它是清晰創業 減完之後就沒有再拿著 所以我想跟上兩次有點不同 但你可以說 少了過 又減少了一些不明朗性 不需要再驚訝再減 所以我想短線也一樣 好像上幾次一樣 又是短期會差一點 但如果你說減完之後 始終業務前景是OK的 我覺得又不是太過負面 其他減都還可以 最大股東還是1919 沒錯 對 那個不動就行了 好 看看今次被融實國際入配股的東方海外 配股價是106.6 現價剛剛好 守得住 剛剛好 在配股作價以上 現價報是106.9 下跌幅度是1.4 我們來看看 差不多是1.5%的折扣幅度 看回其他方面 剛才提過 有比亞迪股份 車股大翻新 小米都升2% 因為美國那邊就說 小米變成車股嗎 我說小米都 波士位不夠長 沒錯 因為美國那邊對於中資公司的投資 這麼靈 細節的詳情公佈 說延遲兩個星期才公佈 再給予兩個星期的Honey Moon 應該可以吧 我看回現在的牌子上 牌子上好像… 正時軟化了 好一點 還是跟回那個方向 拜登上去怎樣都比特朗普 其餘下跌的都是資源和航運 看看排第20位 2333長城汽車都說爆 全國車股都厲害 升6% 吉利仔升3% 好 回答問題 比較多人問 就是航運1919 那怎樣呢 現在真的要殺下去了 沒辦法 始終你說整個膽快 過去升了那麼多 現在還不出來嗎 一定是 其實也不是還很多 你看圖 借錢當然要 都是在高位還一兩棍 其實除非你是最高位掌才膽戰心驚 又真的應該有很多人 也不是 如果低位坐下 沒有就低了 可能12-13元坐上來 其實現在都很舒服 所以我覺得 都是那一句看看大家的位置 因為始終你說幾強的股份 都會有跌幾天 即是不會長期都會升 沒有可能的 何況這一刻市況氣氛 其實本身又不是強得那麼厲害 其實這個辦法已經逆著股市 走了很久 如果當市場的環境 氣氛比較頑皮 還有拉到外圍 譬如上一節說的 比特幣 所有事情都這麼大膽的時間 一定是有些衝擊在 騰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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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騰 你看到手上那塊貨有那麼多利潤 而市場又不是那麼強 你一定很正路地不如吃壺 所以到那個位置來說 稍微軟一點 回軟一點 其實很合理 雖然說實際的經濟環境 暫時復甦還可以 大家對整個行運業的運價 都覺得接下來這兩季還是很強 但始終股價方面 很多股份都已經升到很誇張 所以我想這些位置 其實是先調整或者反覆 但以1919來說 我覺得比較大的位置 就是15元這些位置 如果15元這個位置 沒有穿 整個箱頂沒有失手頸線 我覺得再調的空間 也未必太多 所以高位有貨 我想暫時看著15元那邊 做一個紫色會比較好 我見有觀眾 都有拿來做比較 應該買哪一隻好 一個是航運股 一個是資源股 航運就是這一隻 另外一隻是紫金 還是兩隻都用進去 其實兩隻都好 其實兩隻都好 是的 但應該選擇 可能他真的要二選一 又應該怎樣選擇 二選一 二選一就是紫金 我會選紫金 因為如果從價位上說 但中月海控去到二十天線 是否吸引 所以我們要看看穿不穿 如果這些位置穿了 就是穿了15元以下 就不是這回事了 而且它的價位比較高 但你相信紫金 一來價位也未算那麼高 是的 而且估值也未算太貴 而本身它炒的東西 都是經濟復素 同價的因素 所以我覺得 如果以看法來說 我覺得資源股會耐炒一些 或者是紫金也會耐炒一些 但當然以價位來說 我想暫時看著11元邊 有機會試分這位附近 可能再做一個吸納 我覺得會比較好 但到時吸納完 短線就先炒成範圍 上面望著12.5元 下面穿10元就可能走 但如果上面12.5元升穿 才慢慢進取 看14元過外比較好 是的 還有資源類 為什麼會弄成這樣 也可以提醒 剛才我見有觀眾 Andy說 法九位那邊做事 其實不單止 其實法九位密密也是這樣做 商品期貨加速也是這樣做 經常會控制 但現在是升級 升級監管上去到李克強總理那裡 即是博物院常務會議那裡 已經拿了一個很大的議題 就是針對著大宗商品 穩定價格的調節機制 怎樣呢 一個就是針對著鋼鐵 因為真的很誇張 都重複強調 之前看到怎樣去增加進口 以及穩定內地自己的鋼鐵供應 煤炭也是 煤炭的價格 我們都瘋了 所以都敦促煤炭企業 怎樣去增加產量 增加供應 以及增加對於風電 光復、水電、核電等的出力 即是給他們一些供應 這些都是這樣的 看看 還有堅持擴大對外開放 加大大宗商品進出口和儲備的調節 這裡真的進口多了 增加供應 然後儲備釋放出來也是增加供應 全部都是增加供應 就算你需求不變 自然的價格一定會倒閉 這是正常供需的關係 大家都知道 很簡單的經濟學 所以自然對大宗商品價格 一定會有影響 以及如你所說 這次搬到上去比較高級別 所以反應更加大 對 反應更加大 因為國務院常務務業 搬出來談的事情 其實是頗重要的 更加關注到高一點 所以你把整個大宗商品的議題 搬出來 其實很意味著 未來大宗商品價格 不會像過去的時間升得那麼誇張 但當然不是搬上去就立即看淡 我想實際的需求是有的 以及實際的經濟環境是有復甦的 其實是正面的一件事 只不過令整個資產價格方面 即是商品價格方面 可能升勢會慢一點 或是稍為做一個調節 因為之前升得太急 所以形成短線來說 對這隻股份 可能會有比較大的影響 我看到有不同的資源 還有不同的觀眾的問題 如果又來二選一的問題 都是黃金 小心被人反壟斷 就是這樣 紫金和三冬黃金 是二選一 紫金和三冬黃金 其實你看不看很銅價 一定是紫金 如果你們相比起 因為三冬金真的純金會比較多 好像是八九成的 紫金當然有金的業務 但比重不是太高 反而銅是比較多的 所以如果你說 當然這一轉的金價 好像整體會比較強 我又是這樣想的 之前就是蝸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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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蝸 所以可能短期對純金股 會比較好 再加上金股 例如你看版面的三冬金 其實價格也弱了很久 現在都是低位在做掙扎反彈 也不是剛才說的紫金 或者剛才和其他高位附近 所以你說價格會這麼落後 如果金價短期也可能偏強一點 我覺得金股會比較短線好些 但以中線來說 我仍然覺得紫金 或者其他資源類比股品 會比較直迫性高些 因為始終金價剛才提到 雖然覺得短期短期會比較好 但是不是像幽默或者上升 我仍然覺得仍然是這回事 所以只是一個相對性會強的因素 而不是一個絕對性會大升的因素 所以我覺得相對的股份來說 可能做短線的上流會比較好 接著就有觀眾看看 有的 8.57 8.57也有觀眾問 最近升得比較厲害 那三大油股 今天 8.57就穿了一條十天線 因為過去 油價又這樣 也是 也不要賣 如果沒有貨就不賣 其實本身我自己對油 其實我一向知道 是一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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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股一向不是排名最好 但如果純粹看股票圖來算 其實中石油本身算是不錯的 即是過去幾天是有點破位的 但你今天來說又是壓到之前的高位 樓下或附近的位置 要再看一看 如果你說這些位置 兩個狗的水平再失手 我覺得可能再回深一點 其實真的不奇怪 雖然你還未有貨 我不會建議現在這些位置去搏 但如果有貨的話 如果低位的話 可以考慮先行短期的食股 因為如果短線來說 無論股票市場好 或者商品 一些資產價格也好 其實波動性會很大 所以我想暫時可能短線考慮食股 會比較合適 他就說為什麼會跌這麼多 就是根基 油價 油價昨晚都波動 另外一個就是煤 Jason C問煙煤 都不好吧 一成的跌幅 他就問現價可不可以進入 我想暫時煤 整批短期都要看定一點 特別是煤 其實過去都經常聽到 限價得最明顯 因為煤這個行業 雖然需求性是大 很多行業都會有 民生多些 要生產很多事情都關到用煤事 但正正因為這麼多民生上的需要 這麼闊的用途 其實內地特別 很多時候發覺都不會被煤價升太多 永遠都會這樣 第一局先禁止煤價 雖然其他資源價格也好 所以煤股一旦有這些禁價的因素 它是反應最大的 也會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還有如果說 在長遠的內地政策 一些環保政策來說 自然對煤的需求都會慢慢降低 所以我想這麼多的資源版法 其實煤都不是自己排得太前的選擇 所以我覺得這些位置 雖然你說由高位11元 都落下不少 但是這一刻都試著 50天線的穿 其實調整空間會再大 因為過去由2月開始的升浪上看 其實都沒有碰過50天線 不要說試著50天線 其實都沒有碰過 但是這次已經碰到 所以我想勢有明顯地 都是比較弱的時間 可能短線試分到大概 8.3至8.4的水平都有機會 反而天然氣好一點 好很多 JT問384沒有貨的話 又值不值得買呢 相對天然氣一定好一點 始終剛才也說 但大度就是考慮環保政策 考慮炭中和這些 天然氣一定是相對稠淨一點 所以形成的價格 我覺得都會比較理想一點 再加上股份的股價來說 其實整體的天然氣股 特別是304過去的減持配股之後 其實價格都不是特別高 所以我想這些位置 其實慢慢是有一定吸引性的 但是你也預算要中線一點的心態 始終天然氣板塊 不是很短線很大炒作的 就是看長遠一點的政策因素 所以如果這些位置買了 大跌空間我覺得不多 但是你要預料給耐性 可能慢慢才爬上30 或者再高少32元 哪些位置做到目標價 至少因為整條50天線都在下跌力口 那裡幫大家畫了 沒錯 剛剛中間 是的 我想這個阻力位比較大 剛才不是說過 這些資源的股份很多已經想到 都可以跟大家進行一下股價表現 例如剛才有看過那些金 都跌了紫金8.5% 焦金和山東黃金跌幅4-5% 300江西銅跌幅8.7% 看看2600中國銳也是跌8.6% 然後煤也看了 還有什麼呢 但是鋼鐵的股份 鋼鐵的股份也跌得更加金 因為當中的會議中的焦點 都是一些鋼鐵類的股份 如果再回到一兩天而破壞整個上升軌 短期的趨勢也會再弱一點 然後是669,除了剛才的航運資源、強勢股 最近的資金流出都要數到創科、實業 有觀眾有課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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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課 我們之前看這條線 現在掙扎完之後都是要下市的 那是否能買得過呢 如果這些位置再穿下去的話,起碼再遷一會 例如回到126這些位置附近才考慮會比較好 126反而是現在100天線的位置 其實上三月份就穿過50天線 但那一刻去到100天線就立即是支持我 所以如果再忘心一點就在126 如果要看就去回到這些位置 因為創科的業務前景,業務是可以的 甚至乎你過去疫情有好,看到的真相也不是差 只是我想是有一點關係,整個市場氣氛不遭 令到這些升得那麼多的股份 股值又不算太便宜的股份 其實是有些沽壓會面臨著的 所以可能有些股東會選擇拖延延、減榜 我想暫時短期走勢會比較弱一點 所以如果真的看好前景業務 我想下分126這些位置附近才買不買會比較好 那8-2元,R-A就有貨了,那不用走 因為剛才看126,那怕它穿不穿 如果8-2元又不用走,指站就初步先訂1-2-6 如果不穿就保持它 反而就慢慢看之前高位8-5元的位置 好,我們還有大約5分鐘的時間,盡量幫大家 Kicko Chen問恆大物業的6666如何,16元有貨 暫時就4-6元,16元有貨的價格就高了一點 我想要先捱一下 因為始終物館,雖然整個版本看法不太差 再加上恆大物業,其實自己年初一段 都說明今年或這幾年的增長是很進取的 有很多收價並價,無論是在股面積增速 每一季升五成,其實是很誇張的數字 但問題就是它的趨勢 它的股價,其實從2月中後開始 都是一個下行的趨勢 而且過去這兩個月,其實每次彈極 都不能上升到50天線路上 所以反應到上面阻力是很大 雖然彈上到14個多的位置會差不多 看看你到時自己重不重貨 如果是重的話,去到14個多 輸過零錢也可能減少一點才會好一點 但向下來計算,如果要收一收的地方 可能下面也有機會再補一點 就是一月初那幾棍急升的裂口位附近 最低低的裂口大概是10個半的水平附近 如果假設真的下降到這些位置 我想你可能要考慮指示才會好一點 10個半是否真的在這裏 當然是2個 差不多,11元 看準確一點是11元 不過放假前是有趣的 整個物館版塊都是 其實放假前也升得很全面 好像是鬼的 那天市寬闊了 對,而且物館也會追到一些落後 除了恆大 融創 合景油的那些 反而6098就沒有 對 反而強的那些就沒有那麼明顯 然後180,就是小米做甚麼 不知道,看看外面是誰 小米和268都有貨 卡卡就問你,在網上有多少 小米很厲害 小米是這次生氣直後最強的 記得兩天遲才對你說 她算是最不關事的 政策給別人不關事 所以她的股價就不需要特別大條 印度又不是錯很多 特別是環環為主 如果這一刻更加上市 我想暫時看著27.5元做第一站 27.5元是過去兩個多月的高位 整個環區的頂位 20天線 亦都近20天線 50元 是嗎 是50元 綠色這條 是嗎 綠色這條 是的 不是,100天線 哦 27.5元,剛剛100天線 是的 你轉了 是的 所以我想暫時看著27.5元 對不起 所以我想以這位做目標 破得到的 你才整個量度區間 推高一格 去挨近30元 但如果破不了 如果你低位有的 可能到時考慮吃私戶 難得地她給個市 或是給那麼多主要的股票 都是為之強 268的金碟 268 都是這樣 兩個差不多 268其實都是一個還行 即是她在新經濟股票裡面 都算是硬正的 是的 是不是又是100天線 我想初步都是看著這些位置 即是28元鬆一點 如果你說能夠突破的 才算是一樣 就是量度上去 大概32元的一個目標 但是要再升就難了 始終整個新經濟反法 雖然他們的股價比較強 但是你說這刻 受著這麼多的政策 所有不明朗性 其實整個新經濟反法的股值 都是有一個調低因素 所以我想要大升就真的難一點 但是暫時看著就是28元 第一站 32元是第二站 MW就問一下 阿里和銀魚 說兩隻不同 前景和上網有多少 那阿里呢 阿里的前景以年計算是可以的 因為不是真的 但是短期來說 或者這一兩年來 你也不用遇到特別強 因為她之前的季跡 我想最大的方向 就是她也說明 在夏年開始 會把她賺回來的錢 是把她的新業務 其實這是一個很正路的做法 因為始終本身本業 大家都知道 受了一些政策上的規管 就算之前罰了一百八十億 可能現在不用罰錢 但是變相有這麼多規管 在這兩年都在看著的時間 舊業增長不會特別快 但是她賺回來的錢 如果她不放在新的地方 其實是浪費了 所以放在新的地方 但又是要等兩三年才孵化 才有一個收成 就是意味著她的盈利 如果真的要重新 營利一個比較強的爆發點 可能是兩三年之後 無論是新業務又開始有貢獻 舊業務又是慢慢掃除了監管風暴 那一刻就會更好 但如果這兩年來算 你都遇到這些困擾的時間 變相估值 你只是很多行業 都會給予約二十多倍 其實對應估值就是這些位置 二百多元 所以拼短線又拼其他更好 對 所以無論短線又不是太直拼 中長線又是要很長去計算 所以我想這一刻的吸引性 也不是太高 二十七 二十七都 銀魚 最近也不一樣 其實我只覺得走勢也是一半 你這樣下來現在二百五十天線 甚至乎去到月初的起步點附近 即是過去這兩三個月就沒有炒過 而實際來說 其實整個通關因素 雖然中長線又不斷存在 但是受疫情會有些變化 我覺得短線直播空間未必太多 如果真的要拼搏 可能拼搏60 去到58這些位置 你才做短線的上落會比較好 好 再回答兩條 再回答一點 三隻的股份牽涉著 然後問潤啤和瑞星有貨星多少 瑞星先 瑞星現在45.6這些位置 今天高位的位置能否破 因為現在都是250牽涉 如果破到的 我覺得才剛好看上 大概在近50元邊 48元邊做目標會比較好 48元就是之前四月中的高位 我想這些位置做目標會比較好 亦都是最近的頂 沒錯 幾次都是這些位置 而這隻潤啤 291來說 其實趨勢是不錯的 互換向上 但是慢一點 但是也合理 這些板塊又不是高增長 甚至股市又不是特別便宜 很難會是急速升 但希望整個勢是挺強的 站在平均線上 慢慢上 我覺得如果你繼續守著 大概65元左右的時間 短線看著差不多72元 先做目標 最後460的Steve Lam就問 3.02才有貨 溝通還是放 暫時不用溝通 亦都不用放 因為460現在是2.93元 其實3.02也是在虧1毫 其實不是太多 但是你只可以說你買價 其實第一住不算太低 買得是 也算是近期的高位買下去 你預了要守一守 但如果真的要溝通的話 因為前景我都可以的 但如果真的要溝通的話 我想下低一點 例如去大概2.6 2.5這些位附近 才加價會比較合適 你到時拉運來說 變成均價2.8左右 這樣會比較合理一點 最後看了創興 4條1 伏牌之後加上去 因為一如所料 就真的提出私有化 私有化作價差不多20.8 20.8 所以今天最高20.3毫 其實那天 一早而已 停牌前 不過沒有 這些都是駁這一下 真的要駁進去 不過沒有想過 其實是不是也算高 作價不算高 因為算回這次的P-book 它是0.9倍 其實你對比過去本地的銀行私有化 很多都一倍一倍 從樓上來計算 2倍左右 其實它不算特別高 但你可以考慮這個市況 所以稍微便宜一點 但怎樣也好 都比起停牌前的價格 是高很多 所以今天這樣結合上來 其實是合理的 但現階段沒有貨再追 就不好了 因為你最多都是20.8毫 但現在都20.3毫 甚至乎有機會假設不過 其實也有一個震盪性 這個不知道 所以似乎直播性就已經沒有了 你沒有理由我買貴 再用便宜一點價錢 賣給別人 所以如果有的話 都還可以先拿一拿 你無論考慮到時私有化 或者現在20元以上 差不多夾菇藥都可以 但未有貨就不要入場 做20.8毫 做一個參考教 下一個 我剛才不是跟Arafi說 大新 只剩下一個2、3、5、6 整個本地銀行只剩下一個 是未被私有化 但存了很多年 所以這隻今天都有勝 永遠都是這樣的 但不是叫大家這一波 因為不知道何時會出現的私有化 但是她說了很多 我記得又是差不多 入庞的時候已經說了 已經七、八年了 差不多 都還沒有搞定 都還沒有有眉目 所以不知道 她應該比較勤力 所以要再看 好 接著我試試跌多了 200多點 跌幅 28,300點附近的位置 謝謝Rafi 明天早上再見 拜拜